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丹妮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是跟体育界还有算是台商界的一个结合体 这位也是我在中部的一个非常好的兄弟 那因为在今年疫情的关系 其实世界体育是暂停的 那台湾呢其实还有在持续的进行 可是呢在台中 台湾台中的地方呢 成立了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啊 疫情有球打就好了 没想到有一群热血的人成立了一个叫做青年队的篮球队 那什么叫做青年篮球队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那是不是一个清训 是不是一个就是国高中的一个结合 还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组额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呢虽然我在其中 可是我需要找到里面的最核心的人 来告诉大家怎么 他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来邀请到的呢 就是巴巴拉鞋业的总经理 也是佛山市青年台商会的会长 同时也是 今天的重点啦 台中市梦想家篮球青年队的领队 詹正新 阿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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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尖叫然後就是覺得很熱血的一個球迷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發現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這個熱血 而且是一個算是在球迷一切親力親為的 因為像夢想家他需要導致其他的國家嘛 然後Albert就會在其他的一個他的算是地屬 屬地主義的這個地方去帶領的很多人一起來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要先從Albert你的這個家事來去談 就是說你為什麼對體育這麼熱情是小時候去參加這種 比方說籃球下令還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會對這個籃球特別有迷 其實也沒有就是小時候其實就是很喜歡運動 很喜歡運動 我記得小學其實是打棒球的很愛打棒球 然後每個星期六那個書法課都會偷偷的翹課跑去打棒球 然後就被我媽抓回來這樣子 你是自己就是去打棒球 對就是因為你假日才可以跟朋友組隊才可以一起打嘛 因為棒球要多一點人 喔你說小學還是 小學的時候 小學你就這麼瘋了 對就棒球 然後到了國中是一個升學學校 台中的升學學校 然後棒球那時候也比較危險 就沒有打打兩年的累球 那後來在國二的時候 開始愛上籃球了 愛上籃球 為什麼 是看到什麼還是說你接觸了什麼 應該是同學吧 同學開始一起打籃球了 然後就覺得哇真的就是那種氣氛很好啦 然後尤其是我後來想一想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那個是教會學校 所以是雖然有女生但是不能交男女朋友的 連牽手都不行 OKOK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靠籃球來把籃球當女朋友 然後紓壓這樣子 就慢慢的對啊 就好像那邊投球說去你的青春 感覺是這樣子 對啊然後那時候我記得都很瘋狂 我們因為升學學校 平常就是抓那一點點下課的時間 或者是說期中考期末考完的時候 哇就打了一整天 你這麼瘋體育啊 就是說只要有點時間你就去 算是說玩球類的運動這樣 對對對 主要也是籃球啦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覺得就可能打出興趣了 也打得不錯 所以因為籃球也教了很多 就是很多同學啊朋友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以讓我紓壓 又可以讓我得到快樂 然後也會看籃球比賽 就NBA這些東西這樣子 那時候你等於就是說 你從國中開始從棒球叛逃 對差不多 也是會有打棒球嗎還是什麼的 就國小打啦 國中都真的都沒打 都打累球 OKOK 那累球完就是籃球 因為籃球比較最方便 你不需要這麼多的一起打嘛 對啊 與其打電盾或者是看電影什麼 就是體育對你來講 就是一個最除了讀書之外的一個核心 對基本上 尤其是我就說不能交女朋友嘛 對我們那時候也只能打打球啊 OKOK 輸啊這樣子 國中高中都是這樣子嗎 對因為我國中就直升這所學校的 高中的台中的衛道中學 衛道中學 對 那邊有校隊嗎 沒有 因為我們那是升學學校 基本上沒有 但是我們有一群就是大家打得比較好的 就組成一個隊就校慶的時候 我們有跟台中那個Morrison 馬里遜打過比賽 你們那時候取名字嗎 我們沒有取名字耶 你們應該取個名字啊 就是校 因為校風很保守 那他們來我們學校就是打 然後那一場我們就 就好像贏了他們二三十分吧 哇塞 對啊我們也嚇到 欸Morrison是有籃球隊的啊 對籃球隊而且其實他們的那個團隊的訓練很好 我們那時候還是比較多個人單打獨鬥 你們有教練嗎 我們有一個體育老師 他是也其實也是牙親國手 他剛好他兒子 我們學弟也在我們球隊裡面 所以他就有來稍微指導一下 OK 所以等於就是 你不能說雜牌軍 但是就是說我們是愛好者 對 沒有專業訓練 然後去打正規軍 然後我們其實那是在我們學校打嘛 但是換去馬里遜打的時候 我們都被慘電 因為我們第一次到 哇居然有這種木地板室內的 然後他的音效 就是像那NBA出場啊 犯規的聲音都有 而且重點是 他們還有啦啦隊 對所以我們整個都全部軟手軟手 這時候又說 屈裡的青春也繼續投球這樣子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地方 欸 所以你就覺得說 是一個算是成長過程當中的 也不能說遺憾啦 就是說你讀的學校是沒有辦法 變成是有校隊可以去打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能不能轉學去一個有籃球的類型 我覺得我可能從小就是很聽父母親的話嘛 但我本來小時候是在鄉下學校 在東市 我們是個客家中 我只記得東市臨場 對東市臨場 對然後後來國中才到台中市嘛 慢慢 所以等於就是可能都很聽話啦 對阿就沒有太多想法 就念書就念書 你的父母親對你 你家裡有幾個小朋友 我有一個弟弟 你有一個弟弟 但是你是長子 他們會特別的會去嚴格嗎 其實也沒有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長子吧 就可能會比較有責任感 所以我都基本上 沒有管我太多 因為我的功課啊等等 都不用讓父母操心 喔真好 反而是我弟弟 通常都是弟弟的 我真的好 所以我媽都陪我弟念書這樣子 OK 那所以你的成長過程就是在 讀書跟那個所謂的一個 算是運動當作休閒 對 以休閒為主的那一種 對完全沒有想過說 你可以以運動當你的職業這樣子 對 那再講到體育 再講到就是夢想人家之前啊 就是說你接了家業之後 是不是壓力就很大 喔對我 就接了家 到大陸接了家業之後 06年 06年 對那時候真的 那邊是很荒涼嘛 因為這個是男人我在講體育之外 我要先了解就是說 台商 尤其年輕台商 去那邊看到的一些東西 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佛山嘛 對在佛山 佛山那個地方 你們家裡是做這個鞋業的 對女鞋 女鞋 然後他就是說那邊的一些 規劃或者是人的這些溝通 什麼的 是不是有一些一開始不能適應 其實 其實我算適應蠻快的 但是唯一就是 因為我覺得那就是工作 而且是我必須做的 對 然後其實你在那邊 肯定會被貼上標籤 你就是老闆的兒子這樣子 一定的 對那你一個來就 掛什麼副理啊 什麼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那是鞋場嘛 然後我們那邊的 而且那邊的 可能幹部 最高的學弟 可能就只有高中 高中還沒幾個 喔 所以變成說我剛從美國 學習NBA回來 根本是沒有義無用處 只有 但是我 我就是會 不會說 好像我是老闆的兒子 我就去支持你做什麼事 對 其實在鞋場 我得比他們經驗更少 所以我就是做下來 我就是 一開始我就是 跟人事部要了所有的員工的名單 嗯 我是開始看 就開始分析要每個部門啊 然後就 了解說 喔 原來要分省的 然後他們裡面都有很多小團體 喔 然後誰才是主要的核心人物 現在在管事的 然後我就會 想辦法去跟他們 就是 溝通學習嘛 OK 有一些交流 那就是先低姿態 感覺是部落的組長 你知道嗎 差不多啊 那你就是慢慢去了解這個 這個環境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是1988年就過去了 是一個老場 是 對 那真的很早期耶 就是這種場 你才要慢慢的 去總錄它 而不是說 你覺得你是老闆的兒子 這樣子 我也是慢慢學 你有看過以上 因為我有些時候 會聽我以上對下 然後就是很強硬 到最後變成整個場 就是好像就是 暴動 不然就是說造反 那種感覺 對也有啊 而且你這樣子其實 你的經驗是不足的 對不對 你做的判斷 如果你是錯誤的判斷的話 可能造成後面整個工廠的運作 就很差 而且他們 覺得既然是老闆講 我就照你的做就好了 那工廠如果是不好的結果 那也是老闆來承擔這樣子 哇 這感覺在管理一個場 好像也是在管理一個球隊的感覺 真的而且 尤其我們女鞋傳產 人用的很多 真的你每天有處理不完的問題 真的嗎 對太多事情了 對啊 你一年會多久的時間在對岸 呃 我如果說是剛接的那個時候 基本上兩個半月才回來 七到十天 你看一年有有哇 好幾個月都在大陸 但是後來就結婚了嘛 對對對 結婚我太太就一起過來 在哪裡認識啊 沒有沒有 我太太其實我們是大學一年級的 哎呦 青梅竹馬 對戲隊所以我大一就結束我大學的聯誼生活 哈哈哈哈 我剛才講說你國高中生 在講說屈你的青春投球 然後大一的青春就結束了 對大一的青春就結束了 太心急了 所以你的風流就沒有 因為忍了很久啊 忍了很久 然後一到大學一年級就爆發了 不是 爆發我也通常有沒有就說 我就要亂玩這樣 你知道有些那種國高中生 出國之後啊還是去哪裡 他就覺得說 我就要脫江的爺嘛 對對對 父母在台灣管不到我 你反而真的是在國外也是 遵照著父母的指導那種感覺 對因為國外 我去國外的時候是大學畢業了嘛 對啊所以現在不能說太多 哈哈哈 也沒有啦 其實我在國外也很辛苦了 因為我那時候去讀MBA嘛 那我想說就是之前沒出過國太多 那我一到那個學校 是一個在馬里布 馬里布 馬里布在 在加州 他其實是很多 就鋼鐵人 那個 鋼鐵人他住的那個豪宅那個地方 海邊 有點像是那個 在什麼 金鐘那邊嗎 還是在加州的 在加州的南邊 南邊喔 馬里布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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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的郊區啦 對 然後 我去的時候 第一天的Orientation 新生訓練 我想說只是大概 坐下來就紛紛介紹學校 結果沒有 馬上Cat Study 就直接分組了 然後就Presentation 就六個人一組 然後就上台Presentation 哇我真的嚇到快軟掉了 等一下為什麼國外那麼硬 很硬可能 NBA吧我不知道 而且 而且就是我們以前在台灣 你很習慣就是老師教我們 對 對 那所以 其實在 呃 留學的時間 除了交女朋友之外 對 另一個就是說 你成立了一個籃球隊 在那邊 對其實是 因為我們剛去語言不好的話 對 其實我的 因為我同學裡面 百分之 九十是白人 對 那我們亞洲學院 台灣人只有四個 對 所以說我們 我是特別選的啦 我想說這樣可以 增進英文 真的是那時候是這樣講 對 不然我有上其他學校 比較 Ranking高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都是台灣人 在裡面 這是實話 因為洛杉磯啊 我有很多的親戚在那邊 他們完全不會講英語 可是在洛杉磯活得很好 沒錯 因為你有那個什麼 汽車銷售員 你有這個餐廳 你有一些什麼 老師什麼的 全部都是講華語的 對對對 你根本不用擔心 你在洛杉磯等於是在小 Chinatown 對對對 但是你就特意去選一個 對 學校然後 呃 剛好因為他們不想跟亞洲人一組 因為分數會低嘛 我們講Presentation 講的話 每次都只能講那個 中間的介紹一些條例 叫PowerPoint 稍微講一下而已 所以就有一次 剛好我們是要介紹 各個國家的那個 風俗民情 OK 然後我就帶我的同學們去 Chinatown 然後就帶他們吃 吃那個港式的飲茶 對對對 然後就播爸奶茶 然後後來就 開會感情好一點 然後他們就邀請我一起去 我們參加學校的社團的籃球比賽 對 然後他們 然後他們想說 像我這樣小小隻的嘛 對 應該不太能打 結果真的一上場 對方馬上打點 都是手人叮人嘛 第一個就要吃我那個中鋒 那他不知道我 我其實還可以 就是以前就是 從高中就開始一直打了 對就不怕的 你打籃球 你到現在還在打 對還在打 你的那個 你最擅長的是什麼 在籃球的這個機率當中 你最喜歡的 其實我覺得 都是從防守做起來 那我的準度 還不錯 中距離 對中距離 但是基本上我 融入任何一個球隊之前 我會先把自己防守做好 第一個 不會一直去 拿球 所以你就說中鋒 第一次見面 那中鋒就要來吃你 對阿 那我就倒啦 倒下去就 進攻犯規嘛 對 就類似這樣子 慢慢的對 然後我也幫球隊分那些得分的任務 然後我們還會一起練習 然後對 所以說 慢慢他就接受你 接受你這個人 對 對 所以我也是就是靠籃球 讓我可以很快的去拓展人際關係 然後那時候是球隊沒有名字 然後你把它取名叫波爸對嗎 我說 我說他們說要取名字 我說不然我們就 飲料那波爸 他說 OK 他說問我波爸是什麼 害我不好意思講 波爸就是比較 嗯 好 對對對 就是珍珠嘛 大顆一 對 所以蠻有趣的 也就是說籃球讓你不只是說 就說在這個學生時期有這樣子一個束壓狀況 你知道國外變成交朋友的一個利器 對 那一路下來好像到了這個台商青年會 你也成立了籃球隊 對 我們這個 我們那邊台商青年會啊 其實 我算是比較早期進去的 那後來再來的 對 他們就是 我們就是每個 我們就組一個籃球隊 了解 每個星期打兩次 然後打完球就吃飯啊 然後所以說 都是家庭女朋友啊 什麼都一起 所以變成只有感情 凝聚一點很好 兩次06年就過去嘛 06年過去 所以等於是14年的時間都在那邊走 都在那邊 然後 對岸的這個籃球的風氣如何 就是說社區的這一種 或者台商的 其實我們在廣東籃球風氣還蠻熱的 嗯 不過他們就是 打的比較粗一點 所以我們一般是這樣 對 比較抽 然後我們 我們畢竟都還有那個 事業要拚嘛 對 所以沒辦法打那麼粗 對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剛好 東莞那邊 台青會比較多 對 所以他們那邊就辦了籃球比賽 對 其實佛山到東莞可能 還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喔 那我們就 每個 那個賽期 那有個台商杯 賽期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台商杯啊 對台商杯 然後我們分地區的嗎 有 其實都有啦 分地區 然後基本上就是東莞 深圳中山珠海 紅狗山 然後我們就是每個星期 禮拜天就開過去 哇賽你看 台灣還沒有主客場 人家在青商 會在那個 中國沿岸就已經有那個 主客場制了 我們就去那邊打 然後 然後就在那邊打 才有機會遇到 也是以前的 也是直男的球員 對 像譚伯牆啊 很高 兩百多公分的 那簡直就是 我們就覺得 有他我們應該就贏不了這樣 對 可是 我們就是因為 這幾年後來 有立宗哥嘛 立宗哥 立宗 這個陳立宗呢 他也是 算是台商會嗎 對 他是算我們 鞋業工會還有一個青年會 青書會 他現在是會長 然後我們是因為做鞋子 有一點姻緣機會關係認識 這個陳立宗呢 他也是寶島夢想家 跟這個青年隊的這個股東 然後他其實也是台中人嘛 台中人 所以對這一個籃球 還有在地青年是特別的這個 對 好像你們會比較有默契熱情 討論這些事情 對 其實他才是最重要的人 對 那我們 要講到青年隊了嗎 現在 沒有啊 我們是隨性聊 隨性聊 所以就是說你在那個地方成立 那個青年會的這個籃球隊 但是他還是在屬於就是說 在工作的一個紓壓 對對對 那到了這個前幾年 那個寶島夢想家成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太棒了 有一個這個球隊 他會來這個佛山打球 就會去慢慢接觸 其實這個也是 這也是因為那個立宗 立宗哥 他就是股東 那他們剛好 我還記得 17年的11月 應該24號 混 日期都記得 昨天翻一下照片 哈哈哈哈 沒有 就是 等於說他就突然問我 他說 我有 現在有投資一個球隊 對 剛好要來佛山客場比賽 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他找一些 local的sponsor 那樣子 然後我的心裡就想說 如果是台灣的球隊過來 對 如果你是找local sponsor 你可能怎麼建設公司 那些我們是都有認識 只是說 我怕說他要出來說 我是sponsor 所以叫他們 吃飯喝酒啊 有的沒有的 我都覺得 台灣的過來 對 而且我那時候跟那個 其實貿易家的股東們都還不熟 喔了解 然後我怕說 會不會 砸掉立宗哥 交給我的任務 對 所以我都沒有 我說這個我應該可以處理 我都把他接下來 你把他自己扛了 對 我就把他說 我們就是等於是 贊助私宿嘛 這部分 對 如果說大家有去那個 黑人陳建州黑哥的這個粉絲頁 或者是夢想家粉絲頁 在早期的一些影片當中 他們也就介紹Albert 就是說 多麼一個熱情的一個 算是鐵粉球迷這樣子 對 就是你整個 全新的投入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台灣的球隊來客場比賽 對 就很像我們台鄉在異鄉那種 打拼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昨天也在回想 就是像 當時我覺得好像是大家是因為 對 我的關係 我拉了很多 我買了很多票 當天那個佛山客場的總經理 後來都認識我了 他說怎麼有可能去買票 買那個 我把那摳賽都買起來 然後那看台也買了一區 哇賽 然後找人家 叫大家來看球 對 結果後來我發現其實 他們自己就是 不用 不是因為我的關係 他們自己如果是台灣球隊過來 大家都很支持 其實都很想要看 對 自己的球隊來打 然後 第一年來以後就愛上了 我每一年就 稍微 我還怕講一下沒有沒有票了 對 都問說票呢票呢 然後後來就從東莞的那些也有朋友那邊 都要來支持 喔 第一年很慘耶 第一年 就是這樣子 第一年就唯一一勝 對 然後我們在佛山也是都輸啊 對 然後第一年一勝 就是隔一個禮拜 在佛山的隔一個禮拜 對 我們去越南我也跟得去 喔 你去的唯一一場是那個 夢想家 剛進入這個ABO的第一場勝利 對 第一場勝利我在 就是在場邊 哇 超感動的那個 欸你這樣跑跑跑跑 你的家人是 會不會覺得說 欸你 那個16年的時候 我家已經在台灣了 喔 對 所以我比較 我可以自己控制時間 你就看到 常常我們去客場看球啊 不管去哪一個國家 對 可能立宗哥 我還有其他朋友 對 我們手上都是一台 那個筆記型電腦 在那邊隨時要回公務 欸真的欸 就是說像我們青年隊夢想家 在那個打的時候 或者討論的時候啊 Albert哥或者其他的一些 有熱情的這種股東們 他們都在筆記在那邊繼續 線上的會議 對 處理工作 對 就是把那個時間 想辦法安排得更好 然後集出來給這個球賽 所以你的 算是說你對於這個體育的熱情 也延續到了這個青年隊的這個機會嗎 還是這個這個契機 對 其實 我覺得是因為放了感情 嗯 因為我覺得像 走心 走心 像青年隊夢 當初是想說給台灣的年輕人 多一點訓練的機會 對 但是 很可惜我們到這個 ABL這個聯盟 對 年輕球員上場機會 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三個洋將再加上兩個那個資深的 資深的你根本上不了場啊 對啊 四節一節差十分鐘 撐到最後你可能只要上場 垃圾時間 對 所以你看我經歷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那很多年輕球員 之前認識的現在也 也 沒有在籃球場上 沒有在籃球場上 或者到別隊去了 對 都覺得他們好像 就覺得可惜啦 對 對 然後而且他們在 在後面在找工作的時候 嗯 我覺得都沒有準備好 這不只是在夢想 其實在台灣的體育界 對 都是運動界 你的生涯很短 對 那打完之後 要做什麼他也很茫然 嗯 這種感覺 沒錯 所以這個就是也是你們的一個宗旨嗎 也是我們想要 做這個青年隊的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 共同的看到的東西 然後覺得我們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 幫助他們 然後也可以 幫台灣再多培育一些籃球員 優秀的 那當初如果 因為當初就是說你是鐵粉 嗯 然後這三年之後 你從鐵粉轉變成一個 領隊 嗯 就是說青年隊好 我要帶頭 那這個心境上 還有就是說你的這個 整個轉變上 你覺得我要怎麼扛這個責任 你有跟家人去說 我要幹這事 其實 這個事情就是 立忠哥跟我 他先說服我 喔說服你 對 他說Albert你想一想 你未來幾年 你會在哪邊 然後你想不想在台灣 有一個 重新就是出發的一個 等於說一個 呃 一個點吧 跟我講 然後講了很多 然後後來我當天回家 考慮了很久 就跟我爸媽 因為家裡事業還很忙 就跟我爸媽 對對對 而且今年辛苦 然後我媽其實 我一講說 有球隊這個事情 我媽那個臉就板起來了 想說又想幹嘛了 想怎樣 結果沒有 我還是覺得 我就慢慢的把立忠哥跟我說的 怎麼說服我的 跟我父母親講 哇 就答應了 綠燈開了 對 然後我就 就覺得很高興啊 然後馬上跟那個立忠哥講 開始PowerPoint就做起來了 整個組件球隊計畫 對就開始了 然後才知道說原來 要組一個球隊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組一個球隊他 就是說我們 我們這種一般球迷啊 就是說 球隊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我是領隊 我是Kevin McHale 我是 Danny Inge 找球員啊 找教練啊 然後教練打得好 那球員就OK啊 然後就出啦 好像很簡單 其實沒有 太多細節了 太多細節齁 就是我們 其實我也還蠻享受 在組件這個青年隊的過程 等於是我們有 就成績自己的團隊 而且我們的團隊很特別 像我們不是辦了戶外賽嗎 選拔賽 那個選訓賽的 有背後有太多的sponsor啊 我們連sponsor都自己去排椅子啊 場部啊 大家看起來那個場面 可能要花很多錢 但是我們不想花這麼多錢 因為我們 我們覺得要把錢 就是用在球員跟隊的事情 上多一點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像 Danny啊 親自上陣來主持 把這個整個場面的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有這麼多 我們還有中部還有很多中小企業組 對 大家就是出錢出力 一起去享受創建這個過程 你剛剛講一個重點就是 中部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希望 這個青年隊 它也就是台中市夢想青年隊 它這個含義是說是要屬地嗎 對 其實我們因為我們的 主要是我們的能力有限 而且其實我們夢想家鐵粉 原來我們就在摳賽那一群 對 都是中部的中小企業組 對 那他們本來對這個籃球都有熱愛 是 那我們就是想利用他們我們的資源 去整合 然後可以在中部幫助我們的青年球員 在他們 因為我們有一些球員我們會安排實習的 對 就幫助他們培養第二轉場 所以青年隊它其實有點像是說 有一個寶島夢想家 對 然後一個夢想家青年隊 是一個可以變成是 比方說在大學生或高中畢業之後 還沒有辦法到 組隊的時候有一個中間的過程 對 因為我們想 因為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很多中部的球員 他可能 國中高中以後就上北部了 或南部了 那中部沒有好的 中部籃球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 我記得好像有些選手好的 就會說往南部走 南部走 或北部走 那中部為什麼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好的發展 這個其實我也不是說非常的清楚 對對對 但是就是 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為什麼可以那麼快組建這個青年隊的原因 也是因為利中哥 他在好幾 大概五六年前 就已經開始sponsor 中部的國小 國中 高中 對對對 所以說他出來要做這件 說做這件事的時候 每一個教練都是 他是做真的 他不是這樣 我們不是說玩完一年兩年就好了 我們的計畫是很長的 就是金字塔的這一個設計要出來 對 從基層慢慢往上 沒錯 因為台灣現在就有點像那個籃球 很像那個帝國大廈 美國帝國大廈 下面很寬 然後到上面HBL UBA很熱 上面聲音跟天線這樣子 就是那個避雷針的 對對避雷針 就是這樣子 我們想要在那個讓那些 就學生大學生 畢業之後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去思考 他在自己籃球 在他生命的定位 可以怎麼做 未來怎麼做 所以我們想要多做這一塊 這個像在棒球 好像就比方說像甲族啊 像那個什麼紅山 奇力珊瑚 或者是像這個一些寵樂科技 他們就會好像讓自己的棒球員 在自己的企業 學習怎麼做這個銷售 然後怎麼做科技 然後什麼活動 然後好像 像那個籃球在浦原啊 就退休之後 就學習賣房 像那個陳信安 陳信安 陳信安就是我們很想要 給球員的一個例子 很好的例子 他當然顏值也夠好啦 就是說 吃奶奶要買嗎 他們就買單 對對對 不談價錢 對 價錢 但是就是說其實 選手要有第二專長第三專長 這個好像也是夢想人家 想要提供給年輕選手的一個 對 而且可能像奇力珊瑚 他們就是在他們的一個母企業 但是我們可以更多元 我們有很多中小企業在中部的 那他可以 我們會依照他的性向 去幫他做選擇 我們現在也積極在跟我們的 贊助商實習的計畫 在啟動 那這個其實也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在 但是重點就是你們看到台灣的年輕選手 那年輕選手 在這個球隊當中到目前為止 你們有看到就是說 在這 比方說暑假前就開始規劃 然後暑假的這個選訓 選訓待會我想要聊一下 他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他還蠻 還蠻epic 就是蠻感動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整個北中南 大家都在看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選手們的回饋跟反應是如何 其實他們多半是開心的 很開心的 不是多半應該都很開心 都很開心 對因為他們有這個舞台 真的很不容易 對 我覺得他們也很珍惜那種機會 上場的機會 那很多球員也因為夢想家 他被看見 青年隊 然後所以 如果還有更好的發展 更好的球隊需要他們 我們 絕對是百分之百贊成的 有耶 因為現在就是在夢想隊的 有一些選手名單 我現在在其他的球隊 有看到他們的 the listing 對 或是在有根據測試啊 等等的 對 那你們也就是樂觀其成 對 我覺得是 對他好 對球員好的 我們就放手 OK的 但這也不代表 這是一個培訓隊吧 這是一個屬地主義的青年隊這樣子 對 也沒有說培訓 我覺得就是讓中部的球員 你在旅外啊等等 你回來有個家 要練球 對不對 也很重要啊 而且其實最棒的是 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八月開始跟大隊合練了 是 到時候我們的總教練 Kyle Julius 回來以後 他會帶進來很多 NBA的訓練方法 是 還有洋將也都可以教學 所以對這UBA學生 真的是夢想 越級打怪的感覺 越級打怪啊 對啊 現在那個 在這個暑假的時候 其實整個培訓過程 或者就是說 在一個杯賽的過程 你看到就是 像譚捷龍 也有來打 然後他就是 UBA的這個 林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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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在青年隊這邊去 對 先展露頭角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 連接點這樣子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之後呢 你怎麼看從一個 就是算 台商的這個 經營者的角度 然後去做管理這個球隊 是不是有這樣子 不一樣 或者一樣的地方 然後再就是說你家人 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跟你後面 就是想要怎麼去發展這個青年隊 OK 好 繼續一下馬上回來 您收聽的是 Yopo Nero 我是黃丹尼 歡迎回來 Yopo Nero 我是黃丹尼 節目的現場呢 是巴巴拉協業的總經理 佛山市青年台商會的會長 同時也是我們今天要 要條論的重點喔 台中是夢想家籃球青年隊的領隊 詹政鑫 Albert占領隊 Danny 哈囉聽眾朋友大家好 先告訴我們就是說 台商會長通常他的職責是什麼 要做些什麼事情 職責喔 其實就是 我是算台青啦 台商協會底下的 比較年輕的 所以你就是青年隊 台商的青年隊 台商青年隊沒錯 OK 那我們可能就是負責 組織我們的 商會的會員去學習 其實這是幫助他們融入 這個社會 真的 很重要其實 大家一直 我覺得有些人會 甚至會對這個台商啊 就是說在大陸工作的一些企業 有誤解 就是說啊怎麼 台灣怎麼樣 是有的沒的 但是對我們來講就是 工作 我的專業在不同地方做而已 這樣子 而且我們這個 我覺得是 一個企業能夠接班 很重要的一個 關鍵的會 因為你很多 可能 要接班的話 你跟父輩的 會有一些溝通上的問題 或是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啊等等 了解 然後我們其實 大家很多都是 基本上都是二代 二代就可以一起溝通 看 有些有經驗就可以帶你啊 幫幫助你 然後 甚至我們做到後來 得我那個台商協會的那個 會長或副會長啊 來拜託我 說欸拜託 我女兒齁 從澳洲回來了 我想要讓她接家裡的事業 是是是 結果她看這邊環境這麼差 那個 也沒有朋友 對對對 所以她就說她不要做了 要回澳洲去發展了 接班是一個齁 大議題 我記得有些時候像商業週刊 金週刊這種 商業型的雜誌 會在講接班的困境 接班的這個斷層 以你來講的話 像因為台灣企業 在這個80年代 它是彭博的 然後就是我們上一代 非常的努力 那為什麼接班 當像你這邊算是 銜接的比較順暢 為什麼有些會有一些問題 那你會 如果說像這樣子 像說她要回澳洲 你們會希望怎麼樣去跟她提醒 或怎麼做 其實我們那時候有方法的 我是是 因為她是女生嘛 對 所以我們就安排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女生 我們的幹部 然後去跟她 就是出來啊 聊聊啊 然後我們有一些聚會 就盡量把她帶上來 對 然後慢慢跟她分享一些事情 對 那她也慢慢的熟了以後 會把自己心裡的話 講出來 我們就知道她 為什麼想回去的 原因在哪裡 然後 男朋友在哪 也不是 就是其實 就是覺得沒有歸屬過 我覺得 然後沒有朋友 你如果說像我們那時候過去 過去都幾歲 20 28 30歲 那真的是一個 還好 可是他們是更年輕過去 那個 跟他們正在享受的那些 你知道嗎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也成功留下來幾位 也覺得還 算是有做到一些 會長該做的事 真的 而且啊 比方說像Albert 因為我們有加臉書 我就看他還去 為了台青啊 去做了一個MV啊 嗯 這個MV呢 就是大家一起在那邊唱歌 凝聚力 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作品 是大家自己的 對一起去 就是拍個MV 然後有一個會歌 然後做會服 大家都會有認同 然後我們出去 像我們有去 其實我們 今年是第10年 我們每一年都去中國的各大名校 去學習一個星期這樣子 嗯 那等於說也是做一個充電 然後都是對一些管理上面的課程 還有一些大陸 大陸現在的現況的了解 了解 了解了解 像北大、清華、布丹 我們都去過了 哇賽 哇這個真的就是說 在整個企業當中 不只是要接班自己家業 你還是要去了解 就是怎麼樣把台商 尤其是二代接班 三代接班的 大家凝聚在一起 嗯 一起共同闖這個事業 嗯 同樣的你好像是會把這個 因為剛剛聽起來 好像也是在經營這個夢想家 青年隊的這種概念 對後來想想 哈哈哈 其實就是在舉辦 你要很多活動嘛 對 你其實每一個商會有慶典 對 那慶典要準備的細節 那個也是跟我們辦活動的 各個時間點 你要有多少人 物料 配置 然後等等個流程 策略都要安排好 人力怎麼安排 對對對 我的資源有什麼 嗯 然後甚至一開始找球員 該誰進來 對 因為 你知道台灣要有球隊不容易 嗯 那既然一成為球隊可能一窩蜂 就是說 嗯 四五三四十個人的名單就出來了 對 不過就是我們 其實我們青年隊呢 嗯 我們想要做的不一樣 就是想要 要以紀律 紀律 跟形象為主 所以說 其實我們裡面很多球員 都是 立宗哥 從小看到大的 從小學 國中 對 高中 大學畢業 他都看在眼裡了 所以 所以基本上是 都是已經 看過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 才拉進來 拉進來的話 就可以帶動其他的球員 這樣子 對 為首吧 就是這些 對 對 比方說 都是 溫如啊 溫如啊 小白啊 這些都是非常棒 尤其溫如 溫如現在已經在幫助在球隊上上班了 在實習 他最早開始實習了 對 已經在幫忙我們在不管在我們的校園活動 還有一些慈善的活動 我們現在在籌劃 還有主持人等等 他都已經參與了 而且表現非常棒 溫如 哇塞 這個 等於說青年隊不只是打籃球這件事情 因為 可能你們會在一段時間 台灣很多的比賽嘛 不只是說像職業啊 或SBL這種 台灣有很多的企業他們舉辦的這種 杯賽 那像前一陣子才剛結束的這個 廣勝杯 然後可能還有三對三 夢想家好像都有去參與這些 賽事讓他繼續進行的比賽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 呃 等於說我們 因為 青年隊我們不是職業隊嘛 所以我們不會去打職業的聯賽 聯盟賽 那我們比較可以 有比較強度的比賽呢 呃 我們就會去參與 那其實我們本來是有預算在海外的邀請賽的 真的啊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 呃 我們也可以透過一些置辦比賽 邀請呃 可能是比較 有 有組織的球隊啊 政大啊等等的 可以做交流 我覺得這個強度上我覺得都很適合 啊 也就是讓這些青年也是有這種 也不能說 越級打怪 但 不過廣盛盃真的是越級打怪 真的啊 廣盛盃 呃這個又是另一個議題 我跟你講今天是聊不完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說在 杯賽的中間 的一些空閒時間 也不會讓這些選手們 就是白費 對 因為很多球隊他們就是打完球之後我就不知道怎麼去幫助你 但是球隊的宗旨還是有跟比方說在地的企業來合作 然後來讓他們有實習的機會這樣 真的還蠻有意思的 我們其實有一個我們這個球團的運作 我們有幾個委員會是由我們的贊助商 sponsor 嗯 他們出力 出時間來去籌辦的 哇 所以有這個 這部分就是我們有一個實習計畫的委員會 委員會 這委員會還包含了在地的企業 企業主自己親自下來 有些還為了這樣子再多請一個秘書 對 因為要把這個實習的這個計畫 他們都是像什麼樣子的企業 有一個是像我們現在的主委呢 他就是做防霉的配置 因為我們很多像Nike的球鞋裡面都會有防霉片 不只防霉片 他那個鞋場整個的規劃 讓這個要在保證在生產的流程中 不要出現那個會發霉的因子這樣子 喔 所以他們是 所以他們都是做品牌的 Nike的 所以他們 對我們交付他們這個任務的時候 哇 也是很認真 跟我們一樣就是 你有這個title 你就要有這個職位嘛 相對應的那個努力 對對對 所以就很認真去開始 我們有跟 也有跟學校老師啊 也當我們的顧問啊 嗯 等於就是深入這個在地 然後企業的結合 對 這個好像那個什麼 日本廣島 那個什麼企業 就是企業跟 應該是說球隊跟地方 地方結合 地方結合 比利跟那些球隊 我們有母企業 但是我是跟 當地的結合 城市的 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城市市民球隊 這其實也是我們的目標 市民球隊 這個名字其實還蠻新的 這個這個概念就是說 希望全市 就是市民都來參與這件事情 對來支持這個球隊 嗯 然後我們其實我們的選選賽 我們會選在戶外球場的話 一個是疫情嘛 對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覺得 可以像市民可以很容易看到 哇賽 對 這個選選賽又是一個 哇那個聊過晚了 聊過晚了 我跟你講 選選賽它其實是等於從零到有 嗯 那這個黃丹甯當然有參與 但是 今天就是想要聽這個領隊的這個心情 嗯 你那時候因為你必須是領隊嘛 所以你要確保這個選選賽能夠辦成 嗯 那為什麼會有選選賽這件事情 通常大家就是說來 我們就是關在門裡面 然後找幾個選手 我們自己決定就好了 嗯 那選選賽辦在戶外 而且是在台中市的一個 算是精華地標的一個 對 戶外地段這樣子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就不想讓人家講說 哇你們青年隊可能就是內定的啦 什麼等等 那另外我們也想要做一個Marketing 就是有點宣傳 本來想要很低調的做的 真的 本來真的是要很低調的做 只是單純要請我們的教練看看球員 對 可是其實我們的教練 陳教練他也是在美國 是 回來以後還要隔離 所以隔離到選訓的前兩天 他才出來看到球員 哇賽 對 那我們其實因為我們這次選訓賽 我們不是只有我們原來找的球員 對 我們對手裡面有兩位 我們也是 就是納到我們的青年隊 所以當天其實是 我們想要 看就是中部的 那是一個 晴天聯盟是 還有是一個 中部的聯賽 中部的球員 這個晴天聯盟呢 是那個 中部一個 算是戶外的社會組的一個聯賽 他雖然是在戶外 可是他還是五對五的比賽 對對對 那在這個選訓這兩天期間呢 總共打了三場 嗯 就是說跟晴天聯盟 這個明星隊 對 他們可能有十幾支隊伍 太多隊了 太多隊了 然後把這些隊伍呢 全部組合成為明星隊 跟青年隊來比賽 另外還有一個保麗金聯隊 對 裡面其實有像是陳立煥 對啊 也是很猛啊 哇 新竹球王怎麼在那邊選訓 但是他就 你知道嗎 就在那邊有個過程 因為那時候班爸 還在那個青年隊 對 一起來 來比賽這樣子 他整個讓 中部沸騰 嗯 可是呢民眾可能沒有感覺到就是說 之前他出位子的安排 然後那什麼交通的一些設計 你們連那個什麼場地的中間都用那個什麼夢想家的logo 而且是手繪的 手繪的 老師傅手繪的那種logo很感動 對啊 就是這麼多的細節 你們是花多久的時間 然後花多久的這個天數在那邊開會在那邊做 我們真的一直在開會 而且我們開會有時候都是 不過是個選訓賽耶 就是想做好 你看都是做企業的 每一個都想 企業你能夠生存 都是你花了很多心思 很想用心把它做好 你才可以生存 這個是企業的骨氣嗎 可以這麼講嗎 每一個都不認輸啊 我就不信企業 我們一定會做得很好 這樣子 我們可能我們有時候還一起打籃球玩 打到晚上10點 然後就說等一下開會熱炒店喔 哪都去了 OKOK 而且連我的小朋友都問說 爸爸你怎麼最近每天都在開會 對啊 跑去哪裡開會了 什麼什麼 對啊不是疫情嗎 為什麼還在開會 但是因為我其實也有看到就是你 你小朋友也很 算是說所有的一些 贊助商們的小朋友們也都很在打籃球耶 沒錯啊我其實 我覺得我算蠻幸運的啦 因為我你出來做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就很難做 真的 然後我是全家到小 大小都支持的 喔您夫人在 臉書上也是稱讚我的夫婿 真的是稱讚到那個不行的 真的是青梅竹馬到現在 他支持你 就大一啊 大一我聯誼就只跟他聯誼啊 對 就他聯誼 沒有大一就在一起了嘛 所以我所有大學聯誼就是跟他一起啊 一見鍾情 差不多 因為我覺得我是大一比較害羞吧 然後他個性比較活潑 那就幫助我這樣子這幾年 那也是啊其實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他以前比我更瘋 他高中就是紅國的球迷還有交費一年五百塊那種 對啊就很 不是不是那種明星的那種後援會 而是紅國的球迷啊 對而且不是因為我才喜歡籃球 他本來就喜歡籃球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就是好像做青年隊後來才講到嘛 對啊 原來你已經是那種 對啊然後我們也是大大小小的比賽 他們都全家跟著去 欸真的 像那個不只是青年隊啊 就看到就是全家大小都在支持 在那個寶島夢想家的時候 到泰國去到哪裡去幾乎都是 全家人去 對啊 探球然後去玩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感覺真的很好 對啊 而且我其實我們那個球隊的成立啊 對 也挽救了不少台商家庭 有一些真的 謝謝 很多贊助 就是你有一個共同的活動 親子皆宜的 一個活動讓大家參與 而且你就看那個 小朋友在看那些大哥哥們 在飛來飛去的時候 他們那個眼神是不一樣的 對真的 然後我記得 像是選訓結束的時候 他們就在旁邊籃球場 雖然投不進籃框 但是一直在硬要玩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欸 對就是 嗯 可以幫助他們有偶像嘛 對 然後你又看他們那麼拚 然後你就要跟他講說 你知道這些哥哥他們 背後附出了汗水練習等等的 是 對 那那個選訓會他算是一個轉銳 轉銳點嘛 就是讓在地企業看到說 原來可以怎麼辦 嗯 然後 其實對 對就是很多 不光是在地企業 我覺得是 呃台中之外的很多城市 對 對他們也沒有辦過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 我們想要做這個事情 不是就是想說我們獨佔就好 嗯 我們其實是想要我們的能力有限 我們只能做台中市 對 那我們希望其他城市 如果一起跟進的話 對 那我們以後說不定就有一個青年聯盟 真的 真的 他們就可以先打一些聯盟等等的 因為啊 呃 我還是有其他路走 嗯 那因為台灣可能在早期就是 就是我只有一路打下去 啊沒有可能就是賣波霸奶茶 對 就是這種感覺 就可能很可惜 沒有就是照自己的那個夢想去走這樣子 嗯 那青年隊現在好像就是 在他們還年輕的時候 就去嘗試有沒有相關的可以去做 對其實 呃 其實就是他們跟一些贊助商的企業主 嗯 去接觸的時候 對 他們也都可以學到東西的 是 然後而且 其實贊助商他們都去看球賽嘛 對 其實我們的比賽我們基本上都是沒有賣票等等的嘛 對 就是贊助商去看 其實贊助商在看你在場上的表現 嗯 你的態度 你知道失誤的時候 你的什麼反應 對 都是在觀察你這個人 是 這樣基本上 呃 文儒啊 我透露一下大家都很愛他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找工作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會有問題 但他還是要繼續努力啦 他還是有籃球夢嘛 是 那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企業都會在當場去看那些選手啊 或者親自夢想你在做什麼 嗯 當他感動之後 會不會主動來接觸 或者就是來談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就是說來我跟你講 我可以 協助什麼幫助什麼 有很多 我們像我們選新賽 其實資源 整合就是 大家的力量 是 或是我們缺什麼 欸他說欸我有朋友等等的 這樣一直拉進來 還有 他們也想拉他們的朋友進來 哇賽 對啊我覺得蠻感動的啦 像這個的話 呃 在整個企業的支持 因為 譬如說 杯賽他可能就一段一段時間 嗯 那中間的過程他們就可以 選手們就可以 藉由你們的指揮或安排 嗯 去公益或其他的 相關的嗎 我們 我們當初是規劃是 一年要50場的 就是包括校園公益 嗯 還有一些社福團體 是是是 好我們就是50場 那我們現在 嗯 已經做到 今天是第三場 其實我等一下下午還要 等一下趕回去那個 哎呀 抱歉 抱歉 大智國小 我們就做一個復興節的活動 喔 因為我們的 其中的球員 白耀成小白 他就是大智畢業的 是是是 李宗哥從大智國小一直看他長大 哇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復興節的活動 是 那我後面也是跟 像跟文璐啊 還有 柏玉啊 他們很多球員 他們就是一起規劃這些活動 嗯 後面還有陸續的 陸續的 學校去參加 哇 所以你說有時候選手會給 idea 就是說要做什麼這樣子嗎 我們現在基本上校園活動 就是給我們這些年輕的團 對不對是當地的 嗯 年輕的團讓他們去發想 因為我們就想說我們這些大叔 一定要找年輕的一起來 所以我們在建立這個團隊的時候 就想說我們一定要找 年輕的 然後像我們這些ig啊 對對對 這些的文章啊 背後的創意 我們的會計小姐啊 對不對 現在那個什麼 青年隊夢想家的粉絲頁 有一個叫做會計小姐 這個也就是 台中是當地的這個青年自己創造的 對 也就是說很多人 人家說行銷就在台北 行銷就在台北 其實中部也有人 也有 對我們要給他們機會 欸那這不只是選手青年耶 你整個青年隊是整個台中青年耶 對啊 一個整合 而且他們也會覺得是在為自己的城市在做事情 那感覺又不一樣了 是 對 那其實這個當然就是說能夠慢慢的去延伸去發展 然後讓這個青年隊可以去更接地氣 嗯 那其實一點就是說 你會希望這個青年隊怎麼樣子再去往下走 你希望這幾年看到什麼 其實我想要看到說有更多的年輕球員啊 他們可以被看到 對 然後 然後在 在參加青年隊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真的去找他的人生的定位 對 你就算打不上去 對不對 你要想說 你要怎麼靠你在籃球的瓶頸 還有你在 籃球隊裡面學習的團體的精神 嗯 然後去培養你的未來的人生的一些專長 沒錯 而且有時候會把這個好像走偏的選手 嗯 再讓他有第二次機會拉回來 沒錯 因為他可能 就是因為沒有人帶他 對 或是他覺得沒有目標了 所以他就提早放棄了 嗯 從小學打到大學可能二年級就說 哇我都直接去找 有工作我就找到 就去做這樣子 就像小黑嘛 對 小黑 小黑他是 也是台中的一個子弟 他不是台中子弟 他不是台中子弟 但是他是 他讀的是明道大學 算是中部的大學 對 那我們覺得 很有故事啦 因為他高中的時候非常有名 對 然後剛好我們的 蔡耀勳 小柳教練 對 非常的推薦他 覺得他有機會可以打職業的 只是 沒有 剛好沒有舞台 了解 對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選訓在 我們跟他聊之前啊 就剩兩個星期了 對啊 他也是很拚去東山高中練球啊 都 早上起來在自主訓練 都練到兔了 對 但是他都覺得 要為自己再多努力一下 結果就 因為這個關係 讓他再回到籃球 打贏了這個廣勝杯杯賽 現在跟夢想家大隊在練習 對 另外一個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運向我最深刻的是 也是我幫你拍的 就是你跟你小朋友在打球 對 那個 青年隊的一個傳承 也是讓你的下一代 看到你父親在做些什麼 那因為就是說 父親節在這段時間 剛好我就想要去講說 你會希望你孩子看到你 在做些什麼 想要表達一些 其實就是 真的 這個我們的Albert領隊 是非常信心中的 上次好像 他有一個影片是說 他的孩子看到他 給他那個禮物 他整個在家裡面 就是也是像現在這樣感動不韻 青年隊 應該就是 也像你的孩子一樣了 對其實就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 年輕球員他們 真的那個很辛苦 是 在台灣打球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那種 球隊練球那種辛苦 是 所以我去看他們練球知道 哇原來這麼累 對 而且他們可能都要 離家 是 離家生活 然後 這跟台商是一樣的 對 離家 然後所以就是覺得 現在可以回來為台灣做點事情 然後可以多跟小朋友相處 我覺得是很好 之後呢 對 青年夢想家會在台灣有更多的比賽 我們Albert領隊也會有更多的時間 因為這關係多陪家人 對 我會再多幫你拍一些 你跟你孩子打球的這個影片 對 那個我也很高興有那個影片 這是很感人的故事 青年隊目前還是很感人的故事 感謝Albert 感謝你們承擔這個 台中青年隊的這個責任 也希望因為這樣關係 能夠蔓延到整個台灣去 讓我們台灣的青年籃球員 有更好的發展 對 好 對 很感謝這個機會啦 然後 我覺得青年隊 可能有人說我們 是不是像一些 職業球隊 在綁年輕的球員 其實我就是 其實想說我們其實 都沒有跟他們有什麼任何 UPH沒有什麼簽約合同什麼都沒有的 對 其實我們只是想要給他們一個 舞台 好 然後你可以你看你可以 像越級打怪 然後再接受一些教練的訓練 你提早去知道職業的強度 是 知道職業球員是 的生活是怎麼樣 嗯 那因為 我們也不可能說 呃 去綁球員 你說綁球員其實你看 等你我們現在如果說 一年花一千萬的話 可以去簽什麼球員 我們需要綁這幾個年輕球員嗎 對啊 對啊一千萬都花下去了 肯定是我們背後有一些 理念想要去做 理念 沒錯 最重要就是說能夠培育我們 就算我們老了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籃球界是 自然成長發展的 嗯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當然也持 希望我們 就是青年隊的這個領隊 還有就是所有的一些支持者們 台中繼續支持這個球隊 也更希望更多的企業 不管是台中還是各縣市 嗯 幫助你們自己當地的選手 對 讓他們更好的發展這樣子 對 今天非常感謝林對Albert來節目當中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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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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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